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看两段新闻 这段新闻是来自Christians Headlines的外国网站 说到75%的人说美国人已经忘记了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我们就立刻读这篇内容 这篇内容是这样说的 它是英文 我用Google翻译中文 就直读了 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美国成年人认为 这个国家已经忘记了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这个调查就是说美国人对于从节日歌曲到圣诞装饰品等等各个事物的态度 这个益普索文尔调查就发现 全国75%的人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忘记了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而其中42%的人强烈同意这个说法 只有6%的人强烈反对 在基督徒中84%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忘记了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50%的基督徒对于这个表示强烈同意 而在没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当中 只有60%的人就认同这种说法 这个民意调查就询问了 美国人对于圣诞音乐、装饰品和圣诞老人的态度 所以这条调查就发现了 185%的美国人就表示他们会为假期装饰房屋 而15%的人就表示他们不会装饰 48%的人就表示圣诞装饰品 应该就在1月的第一周就要拆除了 近四分之一的人就说表示在1月遲点的时候 而十分之一的人就认为 表示应该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 就拆除圣诞装饰的 共有7%的人就表示 圣诞装饰品应该在1月之后拆除 而3%的人就表示应该是全年保留的 接着就说大多数的美国人 就是56%的人就表示感恩节之后 在公众场合播放圣诞音乐就是合适的 而25%的人就说12月1日之后 70%的美国人就表示他们愿意为自己 宗教以外的宗教参加圣诞派对 近一半的人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 美国父母就表示他们的孩子不相信圣诞老人 而有18岁以下的父母当中 有46%相信有圣诞老人 就是一半 接着就是12%的美国人就说 最糟糕的圣诞歌曲就是愚下 所以这里就访问了大概1,000名的成年人 就采访了 那这个就是简单说了 有75%的美国人 不记得了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那我们再看下一篇新闻 那这篇新闻就说中国基督徒 在放弃庆祝圣诞的呼声当中坚定立场 那是说什么呢 好了 那这一份的内容就来自 Christian Tea Daily 都是外国网站 有人用Google翻译了它做中文的 好了 那这篇报道就这么说了 圣诞节即将来临了 但是抵制圣诞节在中国的持续呼声 在过去几年 民族主义在这个国里面 就是福兴双呼应了 那随着圣诞节临近 中国的基督徒就感受到了 怀疑和迫害的影响 尤其是在政府最近改变大流行政策之后 而根据今天基督教的报道 就是基督徒不确定 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中 假期和伴随的福音外展会是怎样的 这个标题就说中国抵制圣诞节 在2018年平安夜 传媒技术研究员 苏伦就走在南京大学校园的时候 心情低落 因为他没有看到任何圣诞节 慶祝活动的迹象 也没有感受到任何节日的气氛 而之后他在一个大学生 微信群里面收到通知 就说同学们不要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有关圣诞节的消息 而一些大学和学校还禁止学生 慶祝或谈论圣诞节 当时河北、贵州、广西等的城市 政府都禁止企业展示圣诞的装饰品 而中国政府还实施了新的宗教法规 就导致对家庭教的迫害加剧 根据《今日基督教》这个报道 十几年来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呼吁抵制圣诞节 将它视为外国的节日 而在2006年 很多间大学的学者都联名上书 主张不支持圣诞节和中国人的基督教化 他们就争辩说 一个中国人庆祝 一个他们不崇拜的人的诞生是自卑的 并且声称这样 这样做就表明缺乏信仰 以及背离我们自己文化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不同意 就认为中国的年轻人 庆祝圣诞节是为了好玩 他们的庆祝活动 就和宗教没关 而他们就认为抵制是荒谬的 就认为没有必要通过抵制圣诞节 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 和传统的信仰 这个标题就说民族主义者 反对采用外国节日或习族 根据路德 一位就回到中国的基督徒 和多门体创作者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 抵制的理由是他被用作 利用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 的一种方式 指责人们过分关注西方价值班 并且屈服于外国的势力 回据话说 抵制被用作通过陷害那些被针对的人 背叛他们的国家 或者文化来吸引和动员 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方式 这里说来自北京的 美国神学研究生 郭燕 这个翻译 就说抵制圣诞节的 提议是一种原子化 和铁板一块的 态度的结果 而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 提倡服从和洗脑 所以他就说 排斥多样性是批判崇拜 西方文化和培养文化自信的原动力 下一部分 这个题目就是 中国基督徒必须坚守信仰 很多人担心 某些传统在当前的情况下 是不是合适呢 中国教会有必要 每年12月25日 举行慶祝圣诞节 而在加勒特福音神学院 学习的中国历史学家 胡继勋 也是翻译 指出 这个日期不是基于圣经 也不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方面 因此无论是官方还是知识分子 第一次圣诞节 都不会损害中国教会 对基督的信仰 根据超恩朗的牧师说 即使是中国的非信徒 也都承认耶稣诞生的重要性 他补充说 基督教信仰通过宣教努力 对文明做了普遍的贡献 特别就是中国 例如翻译了现代汉语的中文和合本圣经 农老师就建议中国基督徒 继续用爱向世界传播喜乐的信息 即使目前民族主义者拒绝圣诞节 而他也鼓励他们要超越文化的冲突 坚持分享这个好消息 就是这个福音 好了 我们就分享了包括美国 美国人如何看圣诞节 中国人如何看圣诞节 然后我们再来看 在这个圣诞节当中 其实人人享有和平 里面其实都是有挑战的 我们打开来看 好了 这个都是外国的网站 就是这个 Christian Today 这个题目 就是人人享有和平 中的挑战 我照读一下 这个圣诞节带来欢乐的众歌 和赞美诗的提醒 慶祝这个季节 更加重要的就是 这个季节的原因 当我和其他人一样 去享受圣诞节的时候 并且和所有信徒 一起为和平之君 所带来的和平之美 而欢恩鼓舞的时候 我亦都在考虑一个 发人心醒的事实 就是圣经教导所有的信徒 要尽可能地和所有人和睦相处 而这条的指示 所暗示的事实就是 其实和所有人和平相处 并不是总是可能的 这样信徒是如何去确定 什么时候可能 什么时候是不可能的呢 尤其就是在人人平安 这句说话里面 几乎就成为了普遍清呼的季节 虽然基督教的福音 就是宣扬和平和福音 好消息 但它也是一个有可能 引起分裂的信息 基督的来临是一个有争议的事实 而世界各地的人都否认基督的历史性 也有很多接受它存在于我们历史时间表当中的人 都反对它的神性 这个标题就是说 这个福音可能会令到人分裂 那么我们就进入这个题目了 这里讲到 表明到虽然福音实际上是好消息 但是同样的好消息 能够分裂国家和人民 更进一步 在福音书里面 其实耶稣很直接了当地说给听众听 他来其实不是带来和平 反而是带了一把剑 将母亲和女儿分开 让父亲和儿子对立 是用这样来警告他们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向所有人宣告和平呢? 并且奴记这一点所带来是大喜的喜讯呢? 信徒应该如何和所有人和睦相处呢? 我相信出发点必然是承认上帝对全人类的爱 当你通过接受他的爱和宽恕 悔改罪恶 并且和他建立关系 认识基督的时候 你就从黑暗转变为光明的整个过程都会发生 因为上帝的爱是流动的 在《阳福音》三章十读词里面 宣称父神是禁爱你和我 以至于他猜显他的独生子而去死 那么我们就不会灭亡 这种的爱迫使到他牺牲他最真实的东西 他在追求我们 并确保我们在天国与他同在的永恒地位的时候 就是毫不隐瞒的 那其实这个爱是一个很艰难的爱来的 矛盾的是 因为他是那么爱我们 他也不能够 也不愿意让到罪留在我们身上 或者在他面前 他的爱对罪人同样是慈悲 对于罪恶就是大法雷霆 他的爱是身向失丧者的温暖恩怜之手 也是斩断无法无天之人的就座之劍 是一种明显的口是心非当中 隐藏着一个伟大而美丽的迷团 对于没有仔细去研究圣经 到了解上帝全部中谷的人来说 耶稣的话似乎跟他的使命是有矛盾 和平之君 怎能够一边讲他来分裂 一边死去拯救我们 让到我们跟他和好呢 所以其实这个是相当昂贵的和平 耶稣清楚地表明 他的道理 并不是要将每一个人 聚集在一个包容性的合唱团 牵手的圈子里面 他们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 但他知道他这样做的过程当中 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 有很多堕落者已经是拒绝了他的爱 他的真理和和平的信息 耶稣的使命是为了所有人带来和平 但只有信从的人才会接受 并随后生活在其中 他知道这一点 他也知道通往他神圣平安的道路 是一条要付出一切代教的道路 也都包括了家庭 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 家庭的成员决定放弃伊斯兰教 你跟随耶稣的和平之路的时候 家庭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那个勇敢的人可能会被人排斥 会被视为弃义 并且在很多的情况下 会受到他们自己家人的迫害 甚至被他们杀害 所以耶稣所带来的和平是伴随着战争而来的 而额外的启示就是 耶稣的和平是对撒旦建立的这种罪恶制度的战争 这是一片混乱 无法无天 失了规范 但是耶稣的道理 宣告世界 现在是有办法 恢复上帝的和平和秩序 那就要讲到上帝的灵赋予的力量 在耶稣到达地球的时间线之前 几千年里面 上帝的角度一直都在和黑暗的角度抗争 带来和平是以对抗无法无天 耶稣出现在现场 就好像你最喜欢的西部片当中最坏的这个速射手 他骑马入城驱逐叛乱分子 并且为好公民重建法律和秩序 所以我们要回答我们之前的问题 为了让到信徒和所有人和平共处 他们必须首先 意识到他们永远无法和所有人和平共处 甚至连耶稣都没有 这个就是他被杀的原因 在圣经的经文当中 不应该作为绝对的普遍的命令来阅读 是应该作为有条件的命令来阅读 尽可能地和所有人和平相处 而圣灵令到我们能够以超自然的爱和恩典 去对待任何人 除此之外 他还令到我们有能力去展示圣灵的果子 与世界为有 这些人和平相处 当我们说完了 其实这个福音背后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在和平里面 是很大的挑战 会引致分裂的 而引致分裂 其实在世界各地 都有受迫害的Ghetto 那他们是如何过圣诞节呢 我们来一起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来自Christian News 就是世界新闻 标题就是世界各地受到迫害的Ghetto 的圣诞节究竟是如何过的 好了 由于排版问题 只能放到这个大小 那来自Open Door的Rebekah 这就是一个在全球基督教迫害前线战斗的慈善机构 就告诉这个Christian News 世界各地的Ghetto 将如何度过他们的圣诞节 首先就是说埃及 这个说到对于好像科普特教会 这样的传统基督教的社区 他们将能够相当自由的庆祝圣诞节 他们可以有众国的服务 他们可以去教堂 他们在家里做装饰 所以虽然他们可能面临着受到攻击的风险 但是科普特的Ghetto 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了他们的宗教信仰的Ghetto 将可以相当自由的来庆祝圣诞节 生活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农村社区的伊斯兰教 Ghetto 就不能够公开庆祝圣诞节 而孩子们也不能够在学校里面讨论他 圣诞节就在家里面私下庆祝 因为怕被人发现 而一个12岁的男孩就跟我们分享 他们庆祝圣诞节的方式 其实就是他们在夜晚熬夜 他们在电视上去观看圣诞夜的祈祷 但他们就确保把音量调到最低 以便他们不要让鄰居听到什么 所以很大压迫 接着就是曼加拉国 曼加拉国就是在印度旁 来自伊斯兰教、印度教、沙漠的基督徒归依者 他们将难以自由地庆祝圣诞节 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在社区当中受到排斥和孤立 你会经常发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基督徒家庭 他们将是社区当中唯一的基督徒家庭 所以他们发现自己经常被孤立和排斥 他们的邻居会无遇无故和人吵架、打架 而圣诞节真的很难公开庆祝 这就是因为为什么闯开的门 在曼加拉国的合作伙伴 会确定这些家庭 并将他们聚集在一起 实际上举办大型圣诞派对 基督徒可以聚在一起 可以彼此团契 可以敬拜 可以唱诗歌 可以交换礼物 这个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时光 然后到伊朗 伊朗就是伊拉克的旁边 这里说到 同样对于从伊斯兰 教归医的基督徒来说 没有公共的教堂 他们不能公开见面 所以他们在秘密的家庭教会中聚会 教会总是受到伊朗秘密警察突击搜查的威胁 圣诞节对于基督徒来说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危险的时期 因为当局就会加强他们间谍的活动 他们会加强对基督徒的监控 所以在这个圣诞节 真正庆祝圣诞节对基督徒来说 就是一件非常危险 和非常冒险的事情 也有很多基督徒所做的就是 他们对这个很有创意 他们找到其他庆祝圣诞节的场合 这个几乎就是 庆祝圣诞节的面具 所以一位基督徒的妇女就告诉我们 他们在他女儿一月份的生日 那天就会庆祝圣诞节 这样他们就可以整家人团聚 他们也可以以小组形式去上教会 他们也可以唱歌来交换礼物 一起庆祝圣诞节 但他们就会有一个封面的故事 这里有个祈祷的 我们都一起祈祷 主 今年圣诞节 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祈祷 我们特别想到那些遭受到宗教迫害的人 愿基督的信息带给他们希望 愿他们在你天上的名字当中 运动安为 亚门 那我们继续看 那 那今节影片最后就会说这一篇报道 真正的圣诞的圣诞礼物 不要被圣诞老人散夺福音 当然相当重要 那这个都是外国网站 名字叫world 可靠的新闻 以事实和圣经真理为基础 好了 那这段的内容就是个标题就写 真正的圣诞礼物 不要让圣诞老人 散夺福音 这里有个作者 就是这个 艾利 就是一位母亲 妻子 是一个博客 好了 我们读这篇内容 这里讲到 我仍然记得 在六岁那一年 当我意识到圣诞老人 不是真的时候 我就感到十分之尴尬 我说意识到 因为这个是我十六岁的 弟弟嘲笑我 对这个牙仙的评论之后 对进行演绎的推理结果 他的反应让我觉得 我一定是错了 而牙仙就是用我的 舊牙齿换钱的人 如果牙仙是假的 复活节兔子也是假的 如果复活节兔子是假的 不要了 这个其实是相当令人难受 难以忍受的 我不得不直接 面对我妈妈的 我的怀疑 所以其实我做到了 一个下午晚上 在后院我妈妈 他们是不是跟我说大话 说圣诞老人 他就犹疑了一下 然后又承认 说是 因为圣诞老人 其实是虚构的 然后我就被人生气了 我真的很讨厌 成为家里面 唯一一个 不知道秘密的人的感觉 然后在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我爸爸就会告诉人 阿里26岁的时候出生 我一直都想成为成人善物的一部分 而了解成人所知道的东西 而在这里我被视为一个平等的人来骗了 我是一个幼稚园的小孩 既渴望变得成熟 又感到真正的心碎 因为这一年 就是他把饼干 牛奶 零食 都白白浪败了 然而 就失望消退了 我很高兴能够了解到 一些我这个年龄的 小孩还没搞清楚的事 我没有受到创伤 我并没有让到我 不信任我的父母 和怀疑上帝的存在 就好像一些警告 告诉小孩 或性逗老人 可能会这样做 可能会做这样 我不怪责我妈妈和爸爸 就拿圣诞节的乐趣来搞笑 和想象这个不极 但是呢 那晚我确实对妈妈坚持 就说我永远都不会对我的小孩 说大话说圣诞老人 而我呢 就是顺手了承诺 我和我老公呢 就不会说我们的小孩 说圣诞老人是真实的 不是因为我们是老古董 也不是因为我对父母 欺骗了我 他的存在感到很痛苦 其实呢 我们拒绝这样做的原因 可能源自于我最初 对圣诞老人的启示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推移呢 我们已经考虑了 我们要如何去训练 我们的孩子了 基本上呢 我们就认为 圣诞老人呢 其实对圣诞节 真正的意义呢 是一个干扰和江级了呢 我们救世主要诞生的 圣诞老人的特点呢 就是他几乎看不到的 又住在很远 看着你呢 睡觉醒了 他不单止知道你什么时候 过得好或者不好 还会根据你的情况 列了清单这种行为呢 并且相应来奖励 小孩呢 就有礼物的 有大标题来说 我们呢 就不想让我们的小孩的注意力 从最真实 最伟大 最能够引起 法律和培养 希望的信息 就是这个福音呢 上面 转移到一个这么软的 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不是就是 神的廉价和墨首成虎的版本吗 他也是看不见的哦 他坐在他的宝座上面 同时也是保持着 无所不在 无所不见 无所不知的哦 那上帝又不是圣诞老人 他呢 其实才是一个送礼者 每一件美好而完美的礼物 其实都是来自他的 审判人心 定是非的就是神 而上帝 奖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通过基督 令我们成为可能的恩典 我们不需要圣诞老人的神秘 雪梟的魔力 或者是北极的幻想 来享受圣诞节的乐趣 我们心中自然就渴望的 所有的奥秘和奇迹 都可以在耶稣的真实故事当中去找到 我们不想让到我们的小孩的注意力 从最真实最伟大最能够引起快乐 和培养希望的这个信息 就是福音上面 转移到一个更远的东西 和这个人的身上 而对于我老公和我来说 我们不断地责备我们的小孩 要记住这个季节的原因 或者这个圣诞节的原因 同时就将他们指向圣诞老人 这个似乎是不公道的 这个其实不是想着要妖魔化或者隐藏他 我们只是将他和他的精灵 和老道夫当作 是圣诞节当中一些很有趣的虚导人物 我听说其他的父母都告诉他的小孩 就是圣尼古拉斯的故事 他是一位三世纪希腊的主教 他就给小孩送礼物 而不是关注北极的圣诞老人 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享受圣诞里面的各种传统 同时也不会让圣诞老人的故事 取代福音在我们庆祝活动当中的应有地位 其实人类编造了一个圣诞老人的故事 和耶稣的故事都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比耶稣的故事肤浅得很多 这个表明到我们所渴望的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 去看到并且关心我们 而基地图明白 除了基督之外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真正满足这种的渴望 而我们有幸就将这一点 教给我们的小孩了 而在圣诞节 为着我们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机会 来做到这一点 圣诞老人其实是一个有些争议的话题 而我们希望不要在不应该有的地方里面 画一条街线 有很多敬虔和慈爱的父母 就在圣诞节里面 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事 这里面有自由 但是如果你好像我和我老公的父母 仍然都在想办法尽可能清晰地驾驭 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的混乱和困惑 那我就想提供我们的策略 让主要事情保持圣诞节的主要事情 而且如果不是我估计的话 我想我六岁的自己 会对我们的决定感到满意的 当这条影片播出的时候 就是圣诞节来的 所以这次主要是针对 圣诞节里面的内容 包括圣诞老人 和不同地方里面所面对的不和平 受到的迫害 他们怎样去面对圣诞节 所以圣诞节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很珍贵的 好了,我们今节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是圣经吉甲 邀请你加入我们是Discord讨论区 邀请你分享,赞好,订阅,留言 是我们的Facebook专页和YouTube频道 我们是圣经吉甲 我们是理念祭以教导,牧养宣教 来到明耀神光明的角度 好了,我们今节先说到这里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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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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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